中国永远是你妈妈 哈喽大家好,189 前几天日本媒体跑到台湾的彰化县 原本要拍摄台湾人民面对中国军演的状况 可能又恐慌啊,慌乱对吧 结果台湾人毫无感觉,照常生活 日本记者索性把节目变成介绍台湾美食 不得不说啊,日本媒体的这个临唱反应也挺快 我真的会笑死 不然这个去一趟没事才拍 出击又浪费吃钱 干脆变成美食节目嘛 中国军演之台湾彰化美食 说实在话,多数台湾民众确实无感 那有一点我觉得比较可怕 担忧的这些无感的人啊 尤其是年轻人居多 他们认为中共是放羊的孩子,不会打 另外一派是认为吃早打 但是打输的嘛,所以我躺平啊 对吧,现在担心也没用 吃早会输的啊 但第一批是还有救的 请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认知 中共虽然美式都在放羊 但不代表我们就要掉以轻心 中共每一次的放羊都是习近平的肃清 那些不忠诚的将领 在检查中共军队到底能不能打 他不是为了眼而眼 而是借由每次的军演去看 到底问题在哪 不然为什么习近平上台处决了 或者是这个撤销了600多位将领 跟这个上校忠校 为什么呢? 一定事出不有因吧 而台湾政府平时努力备战 我们民间要干嘛 努力吸收国际局势以及相关知识 还有医疗防护 以及战争来的时候 我们能怎么躲避或是帮忙 互相帮助 千万不要抱持着中共是放羊的孩子 等到习近平发疯突然开打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在一个独裁者掌权的时候 什么时候打 真的说来就来 可能我们台湾政府已经做好准备了 但是民间上的我们 大家心态可能毫无准备 因为可能大部分的人 会认为中共是个放羊的孩子 所以一打的时候你突然慌了 很容易士气民心崩溃 所以大家切记 你笑话他们军演烂尾归笑话他们 但我们心里一定要清楚的认知到 时刻的调整好 2027年是一个关键最有几率的一年 好 那我其他话就不多说了 那就在中共军演的当天 有小粉红在晚上就上传了台湾 之前万安演习的画面对吧 因为万安演习不就规定说 那一两个小时我们不能上街吗 是吧 然后小粉红就拿这个画面 配上一些音效 配上一些他的配音跟字幕 变成中国军演2024B 台湾人民畏惧解放军 都害怕的躲起来啦 结果被不少 明白真相的一些中国博主打脸 下面的小粉红反而不相信辟谣的那些中国博主 而是相信那些中国博主是收了民进党的钱 在造谣台湾人民确实非常慌乱非常害怕 没关系我们大家就继续让他们活在幻想 相信前几天台湾全部的人都是躲在家里怕得要死 这才是真的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两批人嘛 第一批我们讲完了 那第二批呢 那功课平时都不做嘛 滑抖音就好了 因为抖音10秒15秒 我可以看完 但是你要研究后面 那个分析啊 他的军力 他的军力 然后打起来是什么原因啊 国际局势又是怎么样 这个要花十几二十分钟 甚至一两个小时 他没有空 没有时间 而且这种东西不可能做个15秒 不然你问问他中共对台的战略是什么 他肯定会说人口优势啊 全部渡海 然后他也不会说 那中国现在可以渡海的船 可以宰的人 还有登陆的海口 每次 每一天可以运多少 啊如果这些船都成了 还有什么替代方案 然后这个中间有什么战略过程 他不会跟你讨论 因为他全部都不懂 然后张口就来 他们人口优势 渡海打台湾 我跟你说 今天如果台湾跟中国是相连的 我相信有这个人口优势 但今天我们不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啊 一马平川的是吧 那还有人会说 不用渡海 全部的飞弹炸过来台湾 台湾就毁了 这明显也是没有做功课嘛 就是看人家十几秒的抖音短片 咻咻咻咻咻咻 无论台湾结束 OK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段影片 应该不用十个小时就可以结束了吧 大陆导演应该不用十三个小时 应该半天就可以了 速战速决 8 不用十三个小时 嗯我觉得六小时以内 就是很简单就可以拿下 那应该就 啪啪啪啪的 两下就好了这样子 这个十三个小时就灭到了 会投降 我是觉得 比较好玩的是 为什么有这个十三的数字 然后蛮多人是回答十三 你知道一到二十四小时 或是一到两天三天四天五天 为什么十三是多数 是有人引导他们讲这段话的吗 这我不得而知啊 首先俄罗斯都做不到密集轰炸 更何况台湾的拦截飞弹的密度是比乌克兰当年还大更多 那要精准的摧毁一个军用机场的跑道 对吧你摧毁它我们战机就不能起飞嘛 那你需要多少颗密集的轰炸这个跑道才可以达成 而台湾全部的军用机场给它都炸了 中国的飞弹还不够炸 因为你要精准的炸到 你还要计算偏弹跟卫包弹 你还要计算到你能不能把飞弹精准的运到上空 没有被拦截 如果连俄罗斯都做不到 你认为中共哪里做得到 中共为什么有这个本事做得到 甚至这个可能连美国都做不到 比如说他打俄罗斯摧毁全俄罗斯的军用跑道 摧毁法国的全军用跑道 他可能也做不太到 而且现在修复这个军用机场的跑道有很多的技术 可以半个小时内两个小时内就修复成功了 而且我们再说到 中共有可能牺牲掉未来对付美国的长城飞弹 去打台湾吗 你这些全部都牺牲来打台湾 你以后怎么对长城对美国 你射短层导弹吗 你丢手的弹扔断美国领土吗 还有人说核武 说这些话的人更是没脑 俄罗斯至今都不敢动核武了 你觉得凭什么中共敢 中共希望是把台湾打造成对付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与美国争霸的前哨战 你觉得他会不计成本与代价 把台湾打成一个不毛之地 然后他在台湾没有办法继续建设 没有办法把台湾打成前线 会这样做吗 当然不会啊 如果这里都不能住人 这边都变成核污染的 他要这个地方何用 他要这个地方就是让花松变成了核子潜艇 跟军舰的前哨战 如果这个地方不能住人了 那有何之用呢 是吗 所以有时候做点功课 拜托不要张口就乱 啊这个小时我们就完蛋了 当然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台湾这一类人多不多 决定一个国家的成败与抗敌决心 本来就不会是在这一批人群身上 他们只要不做到出卖捅到我们即可 你不要说他们对国际局势 他们可能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些 可能对一些正常的一些知识 可能都不太有 所以你说国家的新王跟国家的薪摔 掌握在这群人身上吗 不用想那么多 关于中共从海从空对台湾的战略 我也做了很多相关深润的探讨影片 这里就不追溯了 而最近还有一位中国网红跑去俄罗斯街访 那把这段街访的影片放在网路上 结果让非常多小粉红破防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条影片吧 太暖心了 好 我驚訝的是,和我心中想的完全不同 尤其是最後一個人的回答真的讓我大爺眼睛甚至還有一點點可憐她 我還不可以說實際上,沒有 определен的問題 你到底在過程旅行嗎? 譬如說,Francia какая-нибудь,但不在過程的生活 很好的問題 我現在現在應該是Francia,因為韓國學習了 Francia,它很漂亮,雖然它很壞,但是它很漂亮 如果我只是喜歡,它就是Francia 我喜歡在整個角色的社會 我喜歡在整個角色的社會 我會想要去看,讓人家也不太好 我相信可能是Korea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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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剩几个手指头 因为他们会在跟你握手的时候 掰掉你两个 这话听起来挺吓人 但纵观历史 基本上他周围一些 号称好朋友的盟友 在他们最发达最富裕的时候 都欺负过 没有例外 也许你们现在看到 他们跟我们关系非常 但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因为他们真的没有朋友 是吧 说的已经非常隐晦了 对吧 然后最后一个俄罗斯的女生 是满像小粉红 我觉得自己国家最强 但我有钱的话 我会去其他国家 没错 这部影片就是主要在打脸 那些催中俄友谊好的那些粉红 而且也在偷凑 俄国拿走中国的领土 表面上说是盟友 但实际上在抢你资源抢你领土 但其实我想了想 俄国拿走中国的一堆土地领土 或者是卖更贵的天然气 跟原油给中国 而美国却一分中国的土地都没拿走 还带中国进入世贸 让中国富起来 是吧 那为什么在小粉红眼里 跟中共眼里那么痛恨美国 而不是俄国呢 非常简单你想啊 俄国拿走的是什么 中国的资源 中国的领土 但他们不会动摇赵家人 或是皇亲贵族的利益 因为他拿走的那些是人民买单 但是美国要动的是谁的利益 赵家人的利益 美国希望中共国民主 而只要民主放权了 谁会上权 共产党 除了共产党上权之外还有谁 想要成为极权的任何党派都会上权 那就没有办法继续享受 中国这片土地5000年以来的这样的优良传统独裁文化 是吧 所以你想啊 为什么明明看起来俄国才是侵略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 而中共洗脑小粉要爱俄国反美国 因为我们是站在人民的利益视角去看 当然会觉得明明是俄罗斯做错 而中共还有自以为是赵家人的粉红 是站在谁的立场 独裁者是站在赵家人上位者的立场的角度来看 因为我们人民会帮他买单 所以他很自然的会觉得 美国要断他们独裁之路 所以他们要恨的是谁 是美国 影片的时候非常搞笑 中共国足球队终于赢了印尼 然后在场的中国观众大呛印尼 中国永远是你爸爸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中国永远是你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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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可以大翻译运动一下 去印尼的社交平台 原来赢了对方就可以做爸爸 那你先前输沙特输日本怎么办 你是真孙子是吗 那日本可是7比0完败中国 那日本永远是你爸爸 日本人你要学我们永远是你爸爸 所以你其实可以看出各国人民之间的数字 相差甚远 你有看过日本在现场 日本永远是你中国爸爸 7比0 更惨 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不想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白豪小剑的 拜